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BN语文德语课 这一课要介绍的主题是Emburgative 德语的命令句式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德语的命令句式 它也可以表示建议 那它的性质很像英文里面的起始句 是用来表达请求命令 建议 禁止 或者是使用说明文的语气 那我们在标点符号的部分时常会使用惊叹好 在命令式的部分我们使用的人称通常是度 Z以及一二三种 然后时态的话只能用现在式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要怎么把一个直数句式 转为命令式的句子 第一种我们先看若变化动词类 若变化动词在这里只是没有母音上的变化 比如说在以度为主词的时候呢 我们会把主词也就是度 跟动词变化时候出现的esté去除 只保留词干 那就会像下面这个句子 在直数句的时候是 Du machst deine house of gabu 这个就是平时你写你的功课 那改成命令式的时候呢 像我们刚刚说的把主词 也就是度去掉 然后字为变化的esté也去掉 所以会变成mach 那这个mach还要放在句首 所以会变成mach by the house of gabu 去写作业 好 接下来直数式的时候 Du hörst deinem leher zu 你要听你的老师 好 那在命令式的时候 一样把主词跟esté都去掉 动词放在句首 在这边要注意的就是 在这边要注意的就是 它是一个分离动词 那在命令式的时候 分离动词一样 是把前缀的部分放到句尾 再来看第三个例句 你要等一分钟 那在命令式的时候呢 变成barte eine minute 等一分钟 du comest mit 这个地方就是刚刚讲到的 分离式动词 那分离式动词mit common 在命令句的句式里面 就会把前缀放到句尾 那因为度跟esté都去掉了 所以du comest mit 的命令句式就只有commit 好 另外要补助的就是 如果一个动词 它的词干结尾是 或者是子音加n 或者是n的时候 那它的动词词尾会保留一个a 例如我们刚刚看到的 第三个例句 它的动词的词尾 词干结尾是t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会多加一个a给它 看完了du的命令式句式变化 我们接下来要看的是z的部分 z的部分算是相对比较简单 我们只要把直数句里面 主词跟动词的位置互换就可以了 例如直数句的时候是 您等一分钟 这个时候就是把动词跟主词的位置互换 变成 这样就好了 不需要去掉任何的主词 也不需要去掉词位的部分 第二个例子 您一起来 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直接把动词的位置往前换 变成common的meat 请您跟我一起来 好 下一个是ear的部分 在ear的时候呢 我们会省略主词 然后保留它的动词变化 例如第一个句子 在命令式的部分 我们会把它改成 所以就是省略主词ear 然后呢 我们保留它的动词变化 所以varten跟ear做动词变化的时候 会变成varten 那这个部分就是保留下来 第二个例子 earcommon的meat 所以会和刚才的一样 我们把ear省略掉 动词变化保留 变成common的meat 好 我们看完了弱变化之后 接下来要看到强变化的动词部分 这个地方呢 它的变化规则就是比较弱变化 所以我们做完了强 动词的强变化之后 那规则还是跟刚才一样 例如neiman这个动词 它在搭配do做动词变化的时候 会变成nist 那这个时候呢 比较弱变化规则的意思就是 我们还是要把主词省略 还是要把词尾的st去掉 然后把这个动词保留在句首的位置 所以这句会变成neam antexy 你 要搭计乘车 那如果是您的话呢 ze nemen ein taxi 也是一样比较刚才的规则 直接把neamen放在句首的位置就好了 变成neamen ze ein taxi 您或者是您们搭计乘车 最后是year year的话也和刚才的一样 变成neam antexy 好 下面这边它是强变化动词 也就是有幻音动词的命令式去变化 这边我们以度为主词来看 它这边的话也是需要将主词 跟动词变化的st去除掉 所以这个句子就会写成 好下面一组是常变化动词 这里讲的是变音的部分 我们也是先从do的部分来看 do的话跟刚才的规则都一样 主词跟动词变化st要去掉 但是要注意的就是 在变母音的部分呢 do它要把变母音还原 所以我们看一下变母音的动词 fahren 它在和do做动词变化的时候 会变为fast 那这个地方指数句我们会说 do fast nach Taipei 你去台北 在命令式的时候 前面都和刚才一样 主词跟动词变化st去掉 那这里唯一不一样的就是 我们要把变母音还原 所以a要还原成a 这边就变成 fahr nach Taipei 你去台北 或者是下面这个动词 schlafen 它在do的人称动词变化 会变为schlefst 所以直数句我们会说 do schlefst pünktlich 你要准时去睡觉 那这个时候命令式就变为 schlaf pünktlich 你要准时睡觉 另外我们刚才在前面有说到 在命令式的时候 人称多是以do ear以及z为主 那除了这三种之外呢 有些人认为 vear它也可以产生命令式 所以它的形成规则 就是比较z的规则办理 我们可以把它想成是 vear跟z这两个人称 它们的动词变化是一样的 都是以原型或者说以an为结尾 所以它们的命令式也是一样的规则 我们就来看一下下面的例句 在直数式的时候 wir nehmen ein taxi nach Taipei 我们搭计程车去台北 那在命令式的时候 因为是比较z的规则来做变化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也只要把动词 往句首的地方拨 然后主词则是放在动词后面 这样就可以完成了 那它的命令式就会写成 Nemen wir ein taxi nach Taipei 再来第二个句子 Wir sprechen Deutsch 我们说德语 一样 只要把动词跟主词位置互换 就可以造成 wir的命令句 那这个句子就写成 Wir sprechen wir Deutsch 第二个在命令句式的时候 需要特别注意的动词 就是haben 它并没有按照我们之前的规则来变化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例句 第一个例句 hab keine Angst 在它的直数句的时候 我们会说 Du hast keine Angst 就是你不怕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并不是直接把人称跟动词词尾的 XT都去掉 我们是把字尾的AN去掉 所以这个地方要保留hab 变成hab 还能angst 别怕 再来 year的部分 这个地方呢 就是跟刚才的规则一样 我们把主词去掉 那动词的部分 保留它的动词人称变化 所以在直数句的时候 这个句子会说 year habt mood 你们有勇气 那在命令句的时候 就把year去掉就好了 变成heart mood 要勇敢 第三个 也是year的部分 year habt energy 你们有能力 你们有能量 那这个是直数句的部分 在命令句的部分 我们就是去掉主词 保留动词变化 成为 haft energy 加油 接下来要看到第三个 特别需要注意的动词 given 这个动词 它是给予的意思 所以在这边 我们会遇到大量的 你给我 比如说一杯咖啡 那这个时候 一个句子里面 有两个寿词 就会出现 有一个要变成acoustic 一个则是dative的状态 我们就先来看一下 第一个例句 give me a water 你给我水 在直数句里面 我们会说 这个地方 我们是比较 之前的规则 就是去掉主词 跟字尾的est 然后保留 剩下的这个词感 跟它的变化 那这个地方 dative这个寿词 也是要保留 所以命令句 我们会说 give me a water 第二个例句 请您拿一杯咖啡给我 这个地方的话 也是依照之前 弱变化动词的规则 我们就是把主词 跟动词的位置互换 然后保留它动词原本的状态 这样就好了 第三个是year的部分 请你们把他的手提包 拿给他 这个也是依照之前的规则 续掉人称 防留动词变化 所以year去掉了 那这边剩下 拿 给 这个动词的变化 就是give me a water 就是一个值数据 你明天早上七点来 好 那命令式的话呢 就是去掉度跟st 改为come more 跟我们自分我 明天早上七点来 ze come more 跟我们自分我 这一题我们要练习的是 ze 这个人称动词的命令式 好 所以在命令式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把动词跟名词 为之互换 写成 commen sie more 跟om sieben war 第三个 year comes more 跟om sieben war 你们明天七点来 那这个地方 我们的变化是如何 大家还记得吗 我们就是把主词去掉 保留动词的变化 所以这里要写 coms more 跟om sieben war 你们明天早上七点来 第四个句子 do hast get do it 你有耐心 这是一个直数句 所以下面我们要练习的是 他的命令式式的变化 那大家想一下 我们刚才有提到过 haven这个动词 是需要特别注意的 所以他的命令式 并不是直接去主词跟st 而是我们要写为hab 那主词一样是去掉 所以要写成hab get do it 你要有耐心 下一个句子 把门打开 这是直数句的部分 在命令句的变化 就跟刚才说过的规则一样 我们就是把主词去掉 保留这个变化的动词 所以会写成 macht die Tür auf 你们把门打开 那这个分离式动词的前缀 也跟之前提过的一样 前缀要放在句尾 第七 Ir seid brav 你们很乖 这是直数句 好 命令句的部分 我们就要想一下 刚才在使用 b动词 然后是以 意而为人称的时候 这个变化是如何变的 在命令式的部分 如果我们要说 你们要乖的话 这里的动词 依然是使用zeit 所以这一句命令式 zeit brav 你们要乖 第八 Du sprich mehr Deutsch 直数句是 你要说 你说多一点的德语 好 这个动词呢 它是有幻母音的 所以我们也要想一下 幻母音 它的规则是 我们看一下答案 Sprich mehr Deutsch 所以 如果我们遇到 幻母音的动词的话呢 就是一样 去掉主词 去掉词位的 ST 但是我们还是保留 这个中间 换过母音的地方 所以要写 Sprich Sprich mehr Deutsch 说多一点的德语 那我们现在要看的部分是常用的命令句 第一个 Louter bitte 请大声些 Lighter bitte 请小声点 Seien Sie bitte Lighter 请您小声些 Telefonieren Sie bitte Lighter 讲电话 请小声一点 Sprichen Sie bitte Lighter 请您说慢一点 Förgen Sie mir bitte Kommen Sie bitte mit mir Förgen是有跟随跟从的意思 那它可以和mit mir做代换 所以就是请您跟我一起来 Seien Sie mich bitte Ansehen 它是一个分离式的动词 所以在这边 我们的前缀 会放在句尾 请您看着我 Hören Sie mir zu 请听我说 Zu hören 它也是分离式动词 那这个zu 的前缀 我们就把它放在句尾的位置 请您快一点 时间已经来不及了 这个地方 Zich beeilen 它是一个反声的动词 所以这个Zich 在搭配Zi的时候 我们一样是写成Zich 那如果是搭配 不同的人称的话 这个地方 就要跟着我们的人称改变 Zai prindlich Komm nicht zu spät 要整时 不要迟到 或者说不要太晚来 这个地方用的是 B动词的命令句 跟Komm 这个动词的命令词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要特别记起来 那这个地方呢 则是比较 我们之前提到的 弱变化动词的命令句 变化规则 去掉人称主词 去掉词为St 十一 Nimm dein Buchhaus 请拿出你的书本 这个地方的话 它也是分离式动词 是Haus nehmen 这个地方 我们就是把前缀 放在句位 然后呢 Nemen这个动词 它本身会跟着人称 做改变 所以我们从 Den Buch这个地方 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句子 原本的对应主词是度 所以呢 这个Nemen会改成Nimmst 那在命令句式里面 我们就会把 St跟度都去掉 所以只剩下Nimm 那这个句子就是 Nimm dein Buchhaus 请拿出你的书本 十二 Sie mich am 看着我 这里的话 我们也可以得知 它的句子 对应主词是度 因为在这里 它的St去掉了 如果是year的话 这里会写 Sit 所以这个是度的 命令句式 请你看着我 Sie mich am 那它原本的动词是 Ansehen Ansehen就是注释 看着一个人的意思 Sag mir deinen Namen bitte 请告诉我你的名字 这个地方 它也是度的 命令句式 我们可以看到 字尾的Est 还有人称主词度 都被去掉了 那这个mir 它是间接受词 Dine Namen 是直接受词 它是被说的东西 好 这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如果一个动词 如果一个动词 它词干的结尾是 Te De Ige 或者是子音 加M 或者是N的话 我们通常会加上一个A 那这个A 有时候我们也可以把它去掉 另外Button这个动词 它常常会搭配 接下一次Alf 那这个Alf 后面加的受词 是Akusativ 也就是你要等的人 或者是事物 所以这边等的是我 那我的话要改变成Akusativ的形态 因此要写成Mich Bitte bitten Sie in Mich an zu hoven 请您求他 打电话给我 这个地方 我们的动词是Bitten Bitten是请求的意思 那Mich an zu hoven 我们这边用到的是一个不定词 也就是醋 加上原型动词 那这个地方 an hoven 它原本是分离式动词 所以在德语里面 如果我们第二个句子 要用到醋的不定词的话 醋它要放在前缀 跟动词词干的中间 写成an zu hoven Bitte feeling Sie zu erst das Formular aus 请您先填写这张表格 在这个句子里面 动词是Aus feeling 它也是分离式动词 表示填写的意思 所以呢 我们这边搭配的人称是Z 动词的部分 就是保留它原型的样子 那前缀的部分 则是放到句尾 Haven Sie keine Angst 不要害怕 Bleiben Sie bitte ruhig 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 直接说 Ruh 意思就是安静 不要吵 Bitte sprechen Sie kein English in Unterricht 上课中不要说英文 Entschuldigung 抱歉 或者是你要跟别人 借过的时候 也可以说 Entschuldigung Ich habe mich verspätet Bitte entschuldigen Sie 我迟到了 请原谅我 Mach für uns ein Foto OK 请你帮我们拍张照片 好吗 Reisen Sie bitte Mir bitte das Brot und die Brote 请传给我 面包和奶油 在餐桌用语的时候 我们常常使用 Reisen这个字 因为我们不是 自己去拿的 所以我们会请别人 传过来 那传过来的话 我们可以用这个动词 Reisen Geben Sie mir bitte Einen Kaffee Danke Kaufen Sie mir Ein Sandwich Und Einen Kaffee OK Sprechen Sie bitte Deutsch mit mir Danke 请您韩我说德语 谢谢 Gehen Sie geradeaus Zur zweiten Straße Undan Biegen Sie links ab Kon Mittag Ese 我们今天关于命令式的 介绍就到这边 感谢大家收看 Danke fürs Zuschauen Bis zum nächsten Mal Tschüss Bis zum nächsten Mal